美国驻日大使 现在就说支持开发 不依赖中国的加工水产品分销路线 可是现在是说要绕道到第三国 所以现在他们要加工 怎么个加工法 绕到泰国越南甚至是台湾来加工 你说到时候加工完了以后 会不会就是直接就卖到这里了呢 你还真以为他们还是会回销 回销运回日本 或者是运回到美国 让美国人吃吗 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吗 其实日本水产现在仲介商 就因为中国的水产禁令 已经有非常多的损失了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寒冰我们看澳洲 澳洲其实现在也希望能够打开 他的什么红酒的销路 否则的话真的会被中国给卡住 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解决 大麦争端的方式来做对话 要不然的话 现在你看澳洲现在不是也很想要 要积极的拓销到哪里哪里 结果呢就是绕不开中国啊 对不对 因为你中国人不买的话 你能卖到哪里去吗 答案很明显 这个不是就跟我们台湾的水果 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吗 之前我们的农委会 现在叫农业部 不是也告诉你说 中国人不买没关系 我们卖到其他国家去外销 对 就外销到哪里去 你那个运费比那个水果本身还贵 就这样子而已啊 这就是摆在眼前的现实嘛 现在日本跟澳洲都体会到了 是啊 因为你现在在Emmanuel 又在出这个搜主意 叫我们台湾 因为本来扇贝啊这些东西 最大加工地方就是中国大陆 日本的这些出口的扇贝 好那你现在说中国 说台湾啊泰国啊这些帮忙 OK啊帮忙代工可以啊 但是我们消化的了嘛 那到最后其实以前这个大中 美国人是买很大中的 美国人喜欢吃这三倍 但是现在就是美国跟你买的 就下降了嘛 实际上大家自于看数字就知道 其实早在它排放核污水之前 美国人那个买的量 就已经开始在往下降了 那现在降更厉害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不只是美国人不吃耶 中国大陆现在进嘛 你日本日本人自己也不吃啊 你现在日本国内自己的水产品的价格 一直往下掉 因为大家都不吃啊 所以你加工有什么用 没有人买啊 所以你光加工这不能解决问题嘛 所以问题的根本你不去解决 只是想去讲加工的问题 你以为加工完之后就可以卖啊 它现在那个扇贝 那个价钱跌得奇惨 你知道已经只有之前的 大概我记得上次看到 好像只价六分之一啊多少 那个价格非常惨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要去考虑到问题的症结点是 你现在在排放核污水之后 让大家对你的水产没有信心了嘛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你根源不去解决 光是解决其他的问题 是没有办法让整个水产回升的 现在日本就是用补贴的方式 跟我们的农业不一模一样啊 就是去补贴啊 但你能够一辈子补贴吗 不可能嘛 而且你这个水是每隔几个月就要放一次耶 9月底好像又快 马上9月底要放一次 所以你每隔一次放一次 不就在提醒大家 最近那个水产品不要吃 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就一直这样循环 你怎么解决这个 你要排30年耶 所以你就准备日本水产 这样衰30年吗 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啦 我个人认为你还是要去考虑 你是不是根本不要去排这核污水 说真的你把它摆在陆地上 去寻求其他的方法解决 搞不好比你现在都省 你现在光补助已经要超过1000亿了 你宣传费花超过700亿了 然后其他长期下来损失 还不知道多少 你真的觉得排放在大海盒比较便宜吗 你怎么去算这个算盘好像都不对 都不划算啦 其实之所以大陆加工会最大 就是因为卖在中国大陆 当然是这样 那目前我们有一个帮助日本代表 极力争取到台湾加工 那100%是卖在台湾的 对 那个是帮助日本代表 一定卖在台湾的啦 对啦 这种东西哪有加工还要运出去 那成本多高啊 好啦 那亮哥可是你看 我们刚刚前一开始谈到了华为 它的成功 它的突围 现在大陆的低价电商 其实大家应该不陌生 亚马逊天幕在美国崛起 亚马逊现在在想怎么来应战 到底现在你看小单快返 西英他们能做多快 这些都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讨论 说这跟服装业传统遗产定销 很大的不同 然后呢问题是他们就有这个能量 24小时之内就可以交单 交单可是反观美国呢 美国生产什么都慢 劳工 劳工的速率效率也慢 生产率不够高 华尔街日报也点出这个问题 哇 这真的是一个残酷的对比啊 不 这个就跟当年那个ZARA 就西班牙那个ZARA 可以打败美国的那个 陈一的百货公司嘛 还有日本的UNIQLO 事实上都是类似的逻辑啦 就人家产销速度比你快 然后针对小样也可以出货 而且速度又快 所以他就跟随了最新的流行 就不断滚动嘛 那你怎么会有竞争力 尤其Amazon的东西不便宜 Amazon上面卖的东西 当然啊 你怎么跟拼多多这个 这个背后拼多多跟那个Shine都是一样 你怎么搞得过他们 连淘宝都有一些低价品都要放弃 就因为拼多多啊 就是他不得不去做京东啊 然后或者做淘宝去做天猫啊 就是做高价品啊 是 亮哥今天也看到了我们这个 华为的发表会啊 那您看一下在这一次呢 推出的这些新产品 怎么看他的这个发表的成果呢 不过现场重点没有摆在手机上面 对 现场都在讲别的产品 平板 平板 智慧屏就那个超大那个 然后也介绍他的各种手表嘛 是 那还有他的Free Buds 他的耳机嘛 对不对 对 那手机几乎都没有介绍 因为他就视同 Mac Pro加跟那个X5已经发表了 所以他并没有特别介绍 这一款事实上也不能说是今天发表 因为就是跟宝石杰合作嘛 这一款是跟宝石杰合作 所以它的外型 它那个是一个菱形啊 然后它有这样的一个流线型的设计 这个应该是说之前因为它的确 它有个那个Porsche Design 就是之前有Porsche Design 那这一次它是这样强调的是 Ultimate Design 就是没有这个RS就是宝石杰那个系列 这个是 对 Ultimate Design它是要 未来它有好几个东西列入非凡大师系列 非凡大师 那它是第一个 至少还有林志祥 还有别人 对 好 我读的资料比你多 好 那它预告今年下半还有三个月嘛 它要出两款车 对 本来以为说是不是可能今天也有什么新车啦 或者其他的 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之外 对 没错 当然还有这个亮点 就是这款手表 而且它是用传统的 它不是用电子表 这样才有质感 所以我估计这个应该蛮贵的 这个 2万2 2万1千9 2万1千9 还好 人民币 这个大家觉得好看吗 它最贵的是那个智慧瓶 是 智慧瓶98寸是卖34999 可是98寸很大 是啊 很大 摆在你家就 太大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